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您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您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24名民主派議員 在立法會動議 根據《基本法》第73條第9項 提出彈劾行政長官林鄭 我們首先說說政務司大師長張建宗 他促請議員否決這個議案 他有什麼藉口呢 他說有關特首獨職的指控是失實的 毫無理據 過去一段時間政府的施政或是有必要改善 但行政長官每一個決定都是合法合憲 並無違法和獨職 即使對政府有什麼不滿都好 都不能公然違法、美化暴力 認為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政府會支持警隊果斷執法、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 都是一些陳康濫調的事 首先他說每一個決定都是合法、合憲 剛剛才裁定了緊急法違憲 怎麼每一個決定都是合法、合憲 到底是否善他 其實是上次又叫人不要再提元朗721 就說要大家一起向前看 結果被網民視為提水 叫人針對721的事件 就是你這個特區政府不能解釋的事件 你現在又說行政長官是合法、合憲 每一個決定 你其實是否要玩他 你作為這個政務司司長 其實是否想取而代之登大位 至於今次的彈劾案 我的看法 泛民根本就是項莊武劍意在佩功 你說要彈劾行政長官林鄭 基本上就不可能 因為泛民加上的票數也不過半數 即是說接近零、鄧于玲 因為建制派不會倒戈 一會兒我們會說到 這次既然也搞不到了 豈不是跟以往那麼多次一樣都是做秀? 又不是 因為美國就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令整個局勢變了 這次就是別具意義 其實就是逼建制派來表態 除非全部無法投票 或者投棄權票也沒有用 為什麼要逼他表態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選舉失敗之後 他們不停有些人走出來 就抵賴這個特區政府拖累建制派的選情 他們就說那些逃犯條例的修訂 你政府搞了一窩足 你又累了建制派的選情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彈劾林鄭 你到底投贊成 還是投棄權、投反對還是不投? 如果你投反對、投棄權 或者走過去不投的話 基本上你們之前所說的全部都是廢話 你們作為政府的一部分 你們每一個黨其實都在這個行政會議裡有成員 有代表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去投贊成票 你會不會投? 你不會投 就是之前的全部都是廢話 一直以來就在小罵大幫忙 而且如果你今次不敢投贊成 就是再一次曝光了 你們是沒有自由意志的 既然你這麼討厭林鄭 麥美娟在禮賓府傳聞 就說向林鄭爆粗了 到底你現在會不會投贊成票 彈不彈劾林鄭 如果你都不敢彈劾 沒有這個勇氣 那就閉嘴吧 始終來說 你還是要歸隊 你還是要支持林鄭 所以這群建制派就是跟林鄭 是一個命運的共同體 以後就不要那麼多爹 就是你要抱林鄭 不要說謊 之後又說林鄭的事情不關我的事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彈劾他 你就不做 好了 第二就是 所有投棄權票或投反對票 全部都會記錄在案 這次一定是計名投票 那紀錄會去哪裡 就遞交給美國國會 別人來審議一下 到底你這樣反對或棄權彈劾 林鄭 是否在這裏助紂為虐 因為林鄭在一個流出的制裁名單中 六人幫他排第一位 林鄭被視為侵害人權 和打壓民主 至少在流出的名單 反映得到是這樣 你現在說反對彈劾他 或者棄權彈劾他 其實某程度上 你也是在放生著林鄭 那這有沒有牽涉到侵害人權 或者打壓民主 就不是我講或你講 就是由美國國會去審議 因為你們連頭的贊成票也不夠膽 第三件事我就說 為何建制派一定不會 賭光不會轉態是贊成 談判林鄭 因為這就是中共的大不偉 任何通過民主程序來 都是彈劾一些官員 哪怕地方官員也好 一定是不受允許的 一定是免去職的 上級免去職 一定是由上而下 是不能由下而上的 否則的話 全國大亂 他們會恐慌 因為這樣的話 就會造成一個錯誤的信息 給大陸的民眾聽到 原來你通過一個地方的議會 是可以彈劾或罷免地方官員的 這是很嚴重的 所以是大不偉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建制派一定不會賭歌 是浪費氣的 但是 這個彈劾議案 不能彈劾林鄭 變成所有建制派就現形了 你自己小心 誰在美國有資產的投票的時候 你就自己欣賞 因為根據田北辰早前的訪問當中 他自己也說到 有一名富可敵國 即是幾百億身家的親共商人 坐私人飛機去到美國之後 就遭受到移民局的盤民和租質 三個多小時以後 終於不放他入境 而且是原機遣返的 他在美國的資產就很嚴重了 處理不了 哪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在美國有很多資產的 或者那些功能界別 哪個議員是有保留美國國籍的 你自己就欣賞了 好了 這一個說完就說一下 關於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他剛剛在眾議院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了 只有一票反對 反對那個人怎麼說呢 他就說這是屬於中國的內政 不應該他只是進行干涉 OK 不要緊 他只有一票 民主黨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這次要向北京發出一個宋釋 說美國正在注視 不會保持沉默 這一項的法案將會幫助美國揭開的真相 好了 這一個法案到底 其實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因為 參議院在9月的時候 其實已經通過了一個維吾爾人權政策法 眾議院剛剛通過的這個法案 其實就是加勒的版本 他就遊合了參議院法案的內容 另外又結合了兩部在眾議院的新疆法案 即是習伯加之大城 是一個大容奴 然後還要加勒 他到底是要搞什麼呢 其實這個法案就是要求特朗普總統 在120天之內 就要向國會提交 在新疆或中國其他地區 侵犯人權的中國高官的名單 即是那些制裁名單 其實跟香港政策法有點類似 根據這個名單就會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 包括什麼人 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 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黨委書記 而且這個法案還會要求實施出口禁令 這個議案在眾議院通過了 在大比數通過了 接著就會交由參議院表決 因為他改動了內容 最後再交由特朗普總統決定簽不簽署 至於到底這個維吾爾人權法 有什麼實質的影響 當然第一就是對於中美大乘貿易協定 就是一個很負面的影響 本來香港人權法通過以後 這個大陸已經是激到生蝦地彈起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干涉中國內政呢 因為香港特區就是中國的一部份 好了 現在你就直接說了維吾爾人權法 就是說新疆那裡 更加激到彈起 整個官媒全部基本上是有發聲 還比起香港人權法的時候 那個態度更加激烈和強硬 所以大家都會預計得到 中國怎會這麼容易來就範 被你踩完一腳又一腳 竟然還要跟你簽署一個 他們認為不公平的貿易協定 但當然這也是正中特朗普的下懷 根本上他是不急的 他經常在那裡狠化中國 經常說習近平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但其實每一次都是在玩東西 而且他已經說明不急 他說可以去到大選以後才簽署 這個貿易協定 因為不是許傷 許傷就有限 因為在農業方面他繼續去補貼 但更加之傷的就是中國的經濟 至於第二件事就是中美的關係 更加之雪上加傷 是不是 即是踩完一腳又一腳 到底那些大陸的官媒又怎麼說呢 《環球時報》有一篇文章出來了 標題都挺搞的 就說用新疆的和平和繁榮 去棄死美國議員們 即是要擊死他們了 我們新疆展示一個和平和繁榮的景象 即是好像有些平行時空 因為大家都知道新疆目前的狀況是怎樣的 他就說 要擊破美國和西方的勢力 對於新疆事務的抹黑 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要將新疆治理和設施搞好 讓當前穩定和發展的態勢長期延續下去 各族人民群眾的權益就得到越來越充分的保障 這就是《環球時報》的社評 你看到他們應對美國針對中國的辦法 就是用這些打嘴炮的形式 即是大家在資訊流通的社會 知道真相的時候 你就看得到就是這樣 總之影響就是兩樣 第一 所謂貿易協定短期之內都沒辦法落實 相信就是這樣 不過特朗普 你知道他很難估計 當大家以為他不會達成貿易協定的時候 可能他又有這些驚人的舉措 也未定 至於第二件事就是 中美關係將會轉差 現在越來越差 好了 這一節就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